中華藝校時尚公益科的同學 大家好 我們是中華藝校時尚公益科的同學 你自我介紹 我是誰 我是時尚公益科的李品翰 我是時尚公益科的曾一真 我們這次的作品是我們畢業製作 我們三年來的課程我們可以學習進攻或者是 服裝設計 然後玻璃 煙燒那個 對 然後這些是用複合媒材做出來的作品 複合什麼? 複合媒材 複合媒材是怎麼介紹一下 用你的專業的名詞 複合媒材就是用兩種以上的器具然後把它變成一種作品 然後表達個人的想法或者是理念 那你的作品是哪一件的? 像蛇纏住身體的感覺 然後顏色繽紛 顏色繽紛 那他採取的是什麼多角形的球嗎? 對 這是 紙板加那個卡點希德 是喔? 對 組成的 然後 這作品是用那個摺紙 摺紙效果做出來一個像那個 控車的感覺 對 像花 像花的感覺 然後襯托模特兒身上的感覺 然後 然後 可以搭配就是一些 對 這個什麼舞會什麼的 這是用 就用便條紙 然後連在修齒圈上面做出一個時尚 然後又有美感的那個 裝飾品 這個是便條紙喔? 對 這個是便條紙 真的假的啦? 真的 那是便條紙 便條紙可以變成這麼漂亮喔? 對 那學生的創意還有一些想法 那這個呢 這個也是用修齒圈 然後只是他的 裝飾的部分是用那個拉鍊 用拉鍊也可以做東西喔? 對 用拉鍊 然後 然後 那你覺得他的色彩是怎樣? 搭配的這樣好不好? 顏色繽紛 感覺還蠻清新的 很清新的喔? 那手勾的那個也是怎麼做的啊? 手勾的也是指板加卡點西德 然後還有 氣眼結合做他的手環還有項鍊的部分 對 太棒了 就是 他前面格子的部分是用保利龍加卡點西德 然後做出一個像二樓式方塊的形狀 然後就變成一個手 手 包 那帽子的部分也是一樣用指板 然後加那個卡點西德做出那個 一個時尚的帽子 這個是裡面用膠囊然後加那個 加壓克力做出的項鍊 可以當醫院的廣告嗎? 哈哈 然後大家覺得我這個大師做的作品如何呢? 希望各位能夠 希望各位能夠來伺服中庭看看這些展演 這個是我花了三年的心血想出來的 這個是我花了三年的心血做的 那你呢? 那你去一下 我覺得他的作品 不好就要講不好 應該就只有幾千塊 幾千塊而已啊 這質感還沒出來就對了 那個用麥克筆畫的嘛 很厲害 好啦其實 修編是用麥克筆啦 那個一開始是用油漆畫的 用油漆喔 對 修編是用麥克筆畫的 這個圖騰是自己想的嗎? 是 那個他是自己想的 那個圖騰 很厲害齁 很厲害齁 原素結合成的 拼成衣服 這是用紙做的 這是用L夾做的 一件一件拼出來 拼成一件衣服 這樣齁 你敢不敢穿這個衣服上貼? 不敢 這是造型 造型齁 這個如果在舞台上表演應該很興奮 很好看齁 對 會很特別 很特別齁 對 外人又不敢接近 怕會吃到對不對? 對 這很刺喔 進去就會吃到他 所以外人要臉離你 對 所以下次要擠公車的時候 做這個應該很棒吧? 對啊 這樣人家就不敢跟妳擠了 就會讓座給你啊? 對 對 很輕鬆齁 對 那你這個黑色的 我剛剛他帽子也很特別 這個也是一樣的材質嗎? 對 都一樣是用紙的東西來背 它是一整套的齁? 對 這是一整套的 有披肩有帽子跟裙子 是喔 你這樣如果他是可以穿的 還是穿上衣服再裝飾上去的? 他是先穿衣服再把它憋上去 那要別兩個鐘頭 不會啊很快的 很快嗎? 有有有 之前走秀有穿過 有差不多要編幾個小時才可以 是你說我做的時候嗎? 沒有沒有沒有 人家穿的時候 穿上穿時間 半小時以內吧 所以還可以不用上廁所OK的 對 是喔? 對 同學的作品要不要幫他介紹一下 用東西南北做成的 這是用曬陸陸片 這個 這個是什麼? 要介紹一下 這個是要幹嘛的? 這是LED燈 它是用曬陸陸片 那個東西南北做成的 跟前面兩件衣服一樣都東西南北 所以你的主題就是東西南北就對了 對 是喔? 真的喔 你為什麼選擇那個顏色這樣淡紫色的很漂亮 它是燈光照出來這個是 它原本是霧面透明的 霧面透明 對 所以白天開也是有不同的風格嗎? 對 是喔 點燈比較美 那它是插電還是用電池的? 它是插電 插電喔 很環保就對了 對 一個要賣多少錢有沒有預計? 無價 無價的喔 是喔 這樣很難耶 這樣好像抬高價錢的感覺 好 希望有機會多生產一些給我們來享用你的作品 好 謝謝 阿妹在介紹自己的名詞上 你要知道你的大師 我是陳亞軍 在哪個學校念書 中華藝術學校食尚工藝課 那你就學這兩種 學到很多有金工、玻璃 然後複合梅材組成的 還有燒玻璃這樣 有沒有學到交男朋友 沒有喔 沒有喔 相信用功就對了 對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中華藝術食尚工藝課王蕙慶 然後我做的作品是這個主機板 喔 這個很複雜 之前原本是要做綠建築 所以想到用主機板來做 然後我們之後參加了LED燈比賽 結合了LED燈 那它的特色要不要一個一個給我們介紹一下 特色這一個是 城市就是電腦城市 電腦城市就對了 就是那個觀察 然後這一個是體育場 體育場喔 對 有私域 就是做成私域的樣子 然後這個是高速公路 然後這個是大樓就是社區 做成社區 然後燈還有用成星星的圖案 是喔 這個高速公路是這樣的 對 沒有收費站喔 今天都不用收費站 對 這都是壞掉的主機板 然後我們廢物利用 妳的頭還會動呢 壞掉還會動 這是加入馬達 還是可以動的就對了 對 去買新的電風扇 這樣晚上看也是有很漂亮啊 對 鑽鑽鑽也不會很無聊對不對 嗯 很好齁 可以當玩具也可以當擺飾齁 對 對齁 好 謝謝 謝謝 對啊 大家好 我是時尚國藝科 我叫宋尚吉 然後我的作品 有參加 LED的創意比賽 然後 這個作品就是在講那個心情 心情 對 這個起伏就是我們人的心情起伏 然後顏色色快就是 可能紅色就是生氣啊 然後黃色就是快樂之類的 然後 用顏色來表現心情就這樣 對 然後我希望就是 想哭的時候就哭出來 然後想笑的時候就笑 就是不要壓抑 然後把心情都釋放出來 對 謝謝 所以你也可以幫助很多 對 屋主的人可以 心理的壓力 可以給他紓壓一下就對了 嗯 所以這個藝品 不是只有單一的功能喔 對 就是裝置藝術 裝置藝術啊 也可以做很多功能 就幫助很多現在屋主的人 對 因為我自己也是這樣 對 我想借著作品 就是 也要釋放我自己的心情 對對對 所以沒事就過來看看你的作品 就沒有了齁 嗯 阿你那個是什麼材質啊 那個鐵線這個是什麼材質 這個鋁線 這個是鋁線 對 維氣合成的 凹成 阿你顏色是本來就這個顏色 還是你在上下 就是沒有黑色 然後我再加玻璃紫 還有玻璃紫在哪裡 喔喔 中間還有玻璃紫 喔就把透光出來就對了 對 這也是就是心情的色塊 喔 所以這個晚上如果放在那個房間裡面 會不同的色彩喔 它會就是散不同的顏色 嗯 就是可能往那邊就是紅色阿 那邊黃色 是喔 拖在牆壁上多好 阿現在我們馬上轉一下 又變不一樣的照片 對對對 喔這個真的很好看耶 對啊 阿你什麼時候再做一個 下次的作品 要做很久 下次的作品是什麼 有沒有預計啊 蛤 然後這個作品是 去年 曹昌的教授比賽 然後 然後 就是我希望 就是現在都呼籲大自然 然後我希望藉著環保的回收材料 然後 做出一個 就是 象徵大自然 就是蜜蜂 對 喔喔 對他們的蜂巢 對 然後我希望 就是 也可以裝燈 就是晚上的時候也是會散那種 黑白吧 就是 洞洞的 光影 對 對 主要是呼籲大自然 對 所以可以 教人家一些創作的概念 對 比如說用吸管就可以 你要講啊 吸管 你說我就隨便隨手抓住吸管 就可以創作這麼漂亮的設品 我喝飲料的時候想到 喝飲料的時候想到 對 想到 欸吸管 也是回收 然後要一根一根的接 告訴他們 以後要記得 要教他們一下 哈哈 好玩就好 我一定要好玩就好 好 以後就是要像我一樣 阿妳說是 是 是 好 大家好 我是 製作法技術學校 私藏工藝科的 陳雲如 那我這件作品啊 有去參加 曹昌 指示教授 創 創作紀念獎 這樣子 然後有 融獲優選 那 我使用的美茶有 壓克力 上面還有 浮雕的那種 花的感覺 也有使用LED燈 那它有那種很漂亮的那種感覺 這樣 妳說那個是什麼材質啊 壓克力 然後上面還有一點浮雕啊 鏤空的感覺 那妳這鏤空的是怎麼弄出來的 呃 是用那個雷射切割機 妳自己弄的還是人家幫妳弄的 嗯 是機器 然後我們還要自己畫AI的那些草圖啊 什麼 所以這個圖是妳原創的就對了 對對對 那組合再把它做好再一片片組合還是 是 一片片再慢慢黏起來組合 所以這個應該蠻費工的喔 對 用蠻久的 用幾個月時間完成啦 沒有到幾個月啦 沒有到幾個月啦 蠻多個禮拜 明天 包括妳在設計的時候 那個想法就有很多時間 對 就是放學啊 什麼都要留下來 然後假日都要留下來 如果下次我說有的人要訂婚 要給妳訂一個這個粉紅色的 妳會不會已經達到一個設計師的概念了嘛 對 對不對 妳有沒有覺得自己很厲害 嗯 希望也能繼續加油啦 繼續 對 那未來有沒有希望朝這個方向 妳在這個領域繼續努力好不好 好 謝謝 好齁 也沒有說謝謝老師的助導 也謝謝老師 慧妮老師的指導 可以讓我 這麼的好 成長很多 成長很多有沒有 嗯 對 好 謝謝 嗯 對 被吃到對不對 對 也很好用 啊這抗議就不怕受傷 對 所以它簡單的一些東西 它不會打不清 打不清 嗯 很聰明 啊這個也是嗎 這褲子也算是妳設計的嗎 這褲子是先就是買的 原本就有就這個造型的 然後這個是用女線摺 這也是妳設計的喔 對 這也是用女線摺 是喔 哇 是喔 越來越有成就感耶 啊這個也是嗎 這個也是妳做的啊 這個就是剛才愛慧同學做的 喔 他幫妳們兩個一起合力 完成一個作品就對了 對 哇 哇 啊要喝很多可樂呢 對 對不對 每天趕快喝可樂 要有空就趕快去喝可樂就對了 喔 不錯啦 也喝可樂也可以創作齁 又不會浪費 也可以永久保存 對齁 嗯 好 謝謝 那我們這次的主題 展覽主題是那個什麼玩意兒 那這是我們針對高三的春季展演的畢業展 然後我們科系就是有金屬工藝 然後玻璃跟陶瓷 還有一些木工的部分 然後結合一些就是時尚造型 然後結合複合媒材 進行的一個創作 那就是 就是學生他們都非常的有創意 對 然後很認真也 很有天分 然後會結合很多各式各樣的複合媒材 然後包含有實用性的 或是概念性的商品 大概是這個樣子 他們的一些創意有沒有 客廳的主題還是都他們創的 我們會針對小朋友的個性 就是他們的個性跟特質 然後每個小朋友他們就是對自己喜歡的 他們的材質會有不同的 就是吸引他們的材質 就是他們的個性會看 應該怎麼講 他們的個性 不同的個性會有不同的材質的發展 所以我們老師會針對說 這個小孩他可能對金工很有興趣 或者是他們對一些就是 像有的小朋友他們很喜歡去剪廢氣的東西 那我們就會 教育他們說怎麼樣把 比如說像這個 就是他用棉花棒 下去做的一個方 就是把棉花棒 然後重新 重新拆解 對 重新拆解 然後再重組 給他們新的生命這樣子 就會有不同的造型 那我們這次其實都結合了很多 像這邊 就是幾何的造型 還有螢光的色彩 就是選用一些比較對比色的部分 可以就是讓視覺上面 視覺饗宴就是非常的鮮豔對比這樣子 但是我們會有一些像展演食物的課程 還有包含色彩學跟造型原理 然後設計構成的課程 就是可以教育他們對於美感這一部分的教育這樣子 那同學他們在學習的過程有沒有 特別就是有興趣或者是就混過去的那種感覺 對 同學在學習過程 應該是說他們可能會覺得好玩 就是有的可能會有時候會有點 就還是多少會需要老師獨促 但是大部分的學生都是蠻認真肯學的這樣 因為他們發現新的材質就會說 像氣球啊 或是他們就會從家裡面帶來各式各樣的 的一些不同的媒材 然後跟老師討論這樣子 對 那我們有沒有常常給他們機會去做展演 有啊 就是我們在 其實我們之前 二年級我們學校都會有在一個異片天 然後就是會有展演的活動 對 就是針對他們一年級到二年級所設計的一個 就是他們全部的創作會在二年級的秋季展演做展出這樣子 對 那是活動式的 我們學校就是非常非常的 呃 呃 的訴求就是移動舞台移動校園 就是把我們的展台 就是可以跟著 就是藝術帶著走這樣子 對 就是可以移動到戶外去做展覽 嗯 我們學校跟一般學校是有很大的差別性對不對 對 那其實我們除了是美 因為我們藝術就是有很多 我們有六科齊組 我們有影劇科 動畫科 然後視覺類科就有包含美術科 然後時尚工藝科跟動畫科 那我們還有包含舞蹈科跟音樂科 影劇科然後大船這樣子 對 這個很不簡單 我們高雄有這個學校很厲害 就是針對小朋友他們很喜歡藝術方面的就可以 就是 然後又願意學習的就可以進來 就是非常歡迎他們進來我們學校就讀這樣 他們又 我們其實是學術科都病重 學科也要學 中華藝術球上高雲雲 耶 是 的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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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